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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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諸位法師 諸位連友 大家午安 阿彌陀佛 講座非常地快 四天 事實上今天是第三天了 那照慣例 我現在應該念普賢行願品 不過我今天早上禪坐的時候 我想了一下 有些老菩薩可能都住在東區 你可能不一定會去參加 敬明佛學社的講座 所以我想我今天這一堂 就不念普賢行願品 我想教各位念六字大明咒的禪觀 好 所以我們請和長 跟我一起念三稱本師聖號及開經濟 請和長一起念 南無本師釋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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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上聖僧唯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意 阿彌陀佛 好 先請看幻燈片 首先今天要介紹 聽六字大明咒 六字大明咒 在西藏稱為萬咒之王 オンマニベメホ 所以先看幻燈片 首先你要觀想自己坐在大寶蓮花裡 就像釋迦摩尼佛 或是叫做清淨法身 疲如遮那佛 他化現為圓滿爆身 如舍那佛 是坐在蓮花裡 所以建議各位佛友 當你坐公車的時候 或坐在佛堂 現在你要觀想自己坐在蓮花 不是坐在地板上 或是不是只有坐椅子 因為蓮花代表六度萬恨的音 將來成就無上佛果 所以這是我在五台山大顯通寺所拍的 所以你看蓮花打開的時候 可以有五方佛 東南西北五方佛都在裡面 代表你自己本身就有五方佛的智慧 接下來假如在新加坡 也有很多印度廟 Little Indian對不對 或菲拉帕 師父也很熟 因為佛教是起源於印度 所以當我們在靜坐的時候 為什麼叫你背挺直 身體放鬆呢 是因為我們身上會有五個 或七個的輪脈 從頭頂 慢慢你的心就會 氣就會下降 我們常常心很急 心浮氣躁的 所以當你在靜坐的時候 你可以注意在鼻尖 或者注意在這個丹田肚臍底下 當你心想佛 你看這張圖片 南傳佛教 一個人比丘坐著 他想釋迦摩尼佛 南摩采迦摩尼佛 佛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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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迦摩尼佛的身影 由自己心所預想 所以你心想佛的時候 佛也想你 所以心的力量很重要 所以各位老菩薩你要練習 其實你平常都不想佛 都想什麼想孫 想四個馬票 想哎呀我病痛很多 哎呀我老了 其實你都想這些 不要想這些 你應該想佛 因為佛萬德莊嚴 不管想阿彌陀佛 觀世音菩薩 釋迦摩尼佛 或要師佛 或地藏菩薩 你心想佛的時候 佛也一定想念你 所以大師誌念佛原通章講 如母一子 像母親想孩子 孩子想母親的時候 母親也一定想你 雖然你可能看不到 但佛菩薩是在你的頭頂的 接下來再看 觀無量壽佛經裡面說 觀世音菩薩在 觀無量壽佛經裡面講 觀音可以化現為六道身 你看右邊三善道 左邊三惡道 在左下角你會看到 觀音菩薩還會變成一個馬 所以藏傳佛教跟東密裡面 也叫馬頭明王 其實就是觀音的化身 那觀音菩薩他可以化西方三善 因為觀音菩薩本身過去就是佛 過去正法明如來 道駕慈行 現前大悲觀世音菩薩 所以觀世音菩薩也可以化現為阿彌陀佛 沒有問題 他本身就是佛 所以在觀無量壽佛經裡面 觀音菩薩會光中化現六道 六道的眾生 所以如果你去過中國 普陀山普祭寺可以看到 毘盧觀音 昨天給各位看過 接下來看 我們桑葉金色供的就是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 接下來 這是唐密 背後使用東煌壁畫畫的千手觀音 它是有留鬍子的 代表大丈夫相 前面就是準提菩薩 十六支或十八支的手 其實四馬路觀音廟就是準提菩薩 就是觀音的化身 所以為什麼觀音菩薩很慈悲 動身去拜的時候 你的感應都非常多 你所求都是如願的 所以那是因為觀音菩薩的大悲心 可是問題條件是你的心不可以散亂 所以待會你想觀音菩薩的時候 你可以想你家裡供的 你也可以想下面一尊 這聖自在觀世音菩薩 這是從明朝末年以後呢 最流行的就觀自在菩薩 它的右腳就這樣翹起來 左腳踩在蓮花 下面是大海 背後是月亮 各位呢 這是菩薩自在相 你還是不要這樣學 因為你不太自在 這還是乖乖的盤腿吧 這是觀世音菩薩 觀自在 它背後是般若心經 它了物空性 接下來這個你們最熟的 對不對 新加坡佛亞寺 六臂如一輪觀音 六臂代表度六道眾生 代表度六度波羅蜜 我非常的讚歎 新加坡人是很有福報 我在其他國家呢 介紹的也常常介紹這一張 我第一次看到這個 我去佛亞寺 看到六臂如一輪觀音 我流眼淚了 然後我就帶學生 還有我的朋友 一起發願 還有共登 後面是西潭之的般若心經 好 那有沒有觀世音菩薩呢 有 我現在就拿科學證據給你看 台灣1959年 很可惜那時候我還沒有出生 我是1966年出生 那時候我不知道在哪一道在飛這樣 台灣很不幸 有八七水災 台灣大渡西 全台灣道教佛教民間宗教 全部的人都念大悲觀世音菩薩 然後當時台灣跟日本 美國還有建交 所以美國就有航空 飛機會巡邏 在巡邏的時候看到天上 出現一團黑雲 他也不知道什麼 按照他們的紀錄就把相機拍了 直接回去一洗出來 看到是什麼 揚之盡水 奇隆觀音 有沒有觀世音菩薩 有 絕對有 只是你不相信 還有你的夜 看不到觀世音菩薩 所以當時我問過老人家 他是民國48年1959年 台灣災難非常多 可是觀世音菩薩顯靈了 所以這張呢 當時在台灣鄉下 是所有的寺廟都供的 我也問過阿公跟阿嬤 他說很多人都看到觀世音菩薩 所以你要心想觀世音菩薩 觀音菩薩也意念你 你也可以想白衣大事 沒問題 中國人 華人跟觀世音菩薩的緣很深 後來呢 這一世十七世大寶法王 他也畫了奇隆觀音 在東南亞流通 這是韓國的國寶 水月觀音 你看 什麼叫水月觀音 後面呢是月亮 下面是大海 是代表千江有水 千江月 觀世音菩薩是大慈大悲的 所以待會你要很真誠的去想觀世音菩薩 用心想 不是用嘴巴念 觀音菩薩我想你我想你 其實呢你心裡的是想孫 想四個馬票 你是想未來的財產 其實你沒有真心想 你怎麼知道你想媽媽 比方說不管你的爸爸媽媽在世不在世 你想媽媽的時候 你腦筋裡一定有他的影像 寫下來 聲音 影像 文字 聲音一定有媽媽跟你講過話的聲音 第二個你會想到媽媽的影像 第三個他跟你講過的話 不管爸爸媽媽在不在世 就算他已經往生了 可是你看到他的照片 你就會想到他 同樣 這個就是觀想 所以觀想裡面呢一定有 Sound Color Form And the image 這是韓國的國寶 水月觀音 韓國人呢很多人也念觀世音菩薩跟阿彌陀佛的 好這個是到了唐朝大乘跟金剛乘結合的叫千手觀音 也叫聖十一面觀音 我念大悲神咒的時候就是觀想這一張 所以你要學著觀想 觀想的時候不要一直換 接下來待會要放的是六字大明咒 我昨天放南摩大悲觀世音菩薩是大乘 今天我要放六字大明咒 我剛才看你們唸呢也是嘴巴唸唸唸 心都很散亂 你要專心唸 你心裡要想觀世音菩薩 這個四個手臂代表慈悲喜捨 我第一次在新加坡放的時候呢 還有人說這四個手臂是不是代表四個號碼 哎呀新加坡人想馬票啊 我們叫Lottery真的想瘋了 你沒有福報啊你是不會中的 我可以告訴你師父這輩子不抽煙也不喝酒 我在家就不抽煙也不喝酒 我也從來不會去簽馬票 為什麼那個被打雷的低力 閃電打到啊都還要低的 我是沒有那個福報的 我寧願去把那個簽馬票的錢啊 去供養三寶 去弘揚佛法 去流通法寶 那才是真實的功德 所以待會你可以想 Om ma ni bai mi hon 四壁觀音 這是民國 一九二零年到一九三零年代 中國大陸很多人都學大乘佛法 也學金剛乘佛法 很多人念六字大名之後 注意看這一張 是觀世音菩薩親自獻前 然後呢 後來一個上師請人家把它畫下來的 你看 它的相貌非常的圓滿 非常的寧靜 佛菩薩的臉呢 不是凡夫的臉 它是聖人的臉 所以你想觀音是有功德的 最後到了藏傳佛教 有牽手牽眼觀世音菩薩 有十個頭 代表華燕金十地 它是一切慈悲與自信觀音的結合 好 那我現在 等一下還沒講 所以 接下來再看 這就是 然後 傳統上 它應該這樣念 Om OM MA NI BATMEI HONG 怎么样 你听的感觉有没有很大的震撼力 答案传统上是一个概念 OM MA NI BATMEI HONG 它是联音 梵文是BATMEI 但是从印度佛教传到西藏佛教以后 西藏的舌头比较大一点 BATMEI它就发生成的 OM MA NI BATMEI HONG BATMEI它就讲成BATMEI HONG BATMEI是莲花 清净的莲花 都可以 你要我也念范文也可以 还有第二个 你要加上观想 念的时候慢慢念 从你的丹田里面念 OM MA NI BATMEI HONG OM MA NI BATMEI HONG 你心要想观世音菩萨 那这样的力量啊 一生六至大明咒啊 就让所有一切的众生都可以成佛 但是我发现你们老菩萨都不是 念的都说 OM MA NI BATMEI 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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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MA NI COME TO MY HONG taki tenget 有十四英 你不听了 我来念佛 我彌陀佛 我彌陀佛 你这样念 念啊 韩山大师讲 口念弥陀心散乱 喊破喉咙也枉然 念佛跟念咒是非常清净专业的 你要把心定下来 听声音 意念要想观世音菩萨的功德 好吗 我们现在来练习 你也可以想佛牙寺的六臂如意灵观音 非常的庄严 你也可以想你家里共过的大悲观世音菩萨 任何一个都可以 但是 请背挺直 身体放松 我要先请你合掌 合掌代表你的心虔诚 什么叫合掌 心专注于一心 然后先用三五秒钟想观世音菩萨 虽然我业力重看不到你 可是它在虚空当中 像两三层楼这么高 待会会请你放掌 然后你就放松 听观世音菩萨的圣号 心理念 对 再进心理念 然后呢 心理想观世音菩萨 请合掌 你可以想任何一尊 显教 大乘 观世音菩萨都可以 观音菩萨有无量化身 千百亿化身 想观音菩萨 我跟众生都在轮回受苦 请你加持我吧 请放掌 师兄声音请开大一点 再大一点 谢谢 总开观就好 再大一点点 我这边会调 好 背挺直 想观世音菩萨 观音菩萨万德庄严 十方诸国土 菩萨不现身 用心去想它 想不起来的时候 可以看一下幻灯片 就像你想妈妈一样 就像你想妈妈一样 1 5 5 4 6 5 5 6 6 6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想想 轮回很苦 我们生生世世都在轮回受苦 若没有佛菩萨 我们就听不到佛法 我们也找不到出轮回的方法 或许你很有福报 可是出了这个讲塔 有无量无边的众生都在轮回里受苦 万一菩萨是有平等大悲心的 一切动身他都从来不放弃 这样子静着 老菩萨 头不要乱看 背挺直 先挺放松 老菩萨 头不要乱看 老菩萨 头不要乱看 老菩萨 头不要乱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 結束了 不要動 不要動 眼睛慢慢地動一下 手慢慢地動 好 結束了 怎麼樣 你有沒有感覺心比較寧靜一點 對不對 有沒有覺得比你平常散亂心念佛 你心寧靜一點 你覺得心有寧靜一點的 請舉手 好 手放下 你覺得我雖然聽 可是心還是亂亂的很多念頭 有時候寧靜 有時候心還是亂亂的 請舉手 一半一半的 請舉手 不要害怕 對 手放下 好 你覺得我坐在這邊還是沒感覺的 請舉手 好 手放下 沒有感覺的人要多練習 第二個 一半一半就是很自然的 因為我們在輪回裡面呢 就像我現在講話很多的念頭還是很亂 我也不知道你們在忙什麼 忙東忙西的 師父說過 生的時候匆匆忙忙 死的時候也不會很安詳 你真的要練習 希望我來 其實啊 你什麼都也沒多做 說做好事嗎 也沒有 說做壞事嗎 你也不是個壞人 就是糊裡糊塗的過一生 那很可惜 請看幻灯片 昨天講 心可以讓你成佛 心也可以讓你墮落為畜生 我們生生世世就在輪回受苦 就是因為你的心太亂了 所以才勸你要來念佛 誦經 念咒 靜坐 很多老菩薩都不太喜歡學靜坐 我要提醒你 你這輩子不學 其實來輩子還是不會的 六度波羅蜜不是 布施慈戒忍入精進 布施慈戒忍入精進嗎 還有兩度啊 禪定波羅蜜 給你 般若波羅蜜啊 希望我來弘法呢 能夠在 禪定波羅蜜跟般若波羅蜜給你 歸典鼓勵跟加油 所以希望各位老菩薩 你可以在家裡每天練習十五分鐘 好嗎 好嗎 你可以聽觀音菩薩的聖號 聽六十大明咒也可以 聽地藏菩薩也可以 聽阿彌陀佛也可以選一個 專心的念 不要一直換 我發覺新加坡的人都很喜歡 從禮拜一排到禮拜五 甚至都排到禮拜八了 我也不知道他禮拜八是哪一天怎麼算的 很忙喔 這個上佛學 那個做義工 這個做看起來很好 可是仔細看他的觀察 他的心還是很亂 煩惱習氣還是很重 那這樣子有一點點可惜 師父不是說不好 你呀 輪迴裡就是禍夜苦 禍夜苦 表示你的心中還是糊裡糊塗的 你還是迷迷惑惑的顛倒 你的念頭還是像韭菜溝的瀑布一般 萬馬奔騰啊 對不對 你看我們煩惱升起的時候 就像我常比喻的 狐狸看到了眼前的獵物 先追了再說 對不對 我現在就交一個禪觀 請寫下來 新加坡呢都有很多OG Building 對不對 City Hall Vivo City 都大雪拼 對不對 你們新加坡人最喜歡 Promotion Discount Promotion 其實我們台灣也有 中年慶 我講個笑話給你聽 有一次去年吧 師父獎金還是前年 我獎完金 有一天呢 我突然就到了Vivo City去 師父也蠻喜歡Vivo City 因為那邊環境很好啊 有聖陶沙 其實我不是去聖陶沙 我是坐在海邊 喝咖啡 然後 看我的書 我跟我朋友談佛法 有一天我走一走的時候 突然我看到一個蓮友 蓮友他說 師父你怎麼在這裡 我說 你怎麼也在這裡 很有趣啊 我說你怎麼不回家 念普賢行冤品啊 你在這裡啊 他說那師父 請問你在這裡做什麼呀 他有點不太客氣喔 我說我為我的上司 買他的生日禮物啊 哇他突然聽到說 很慚愧跟我合掌 他剛才講話很不客氣喔 意思是說 哎呀師父沒想到講完經 你也來加浪加浪啊 我說問題 表面看到的東西啊 不一定是真的 可是你看不到我的心啊 聽懂嗎 所以不要去亂亂看到別人的表面 就批評別人 假如我有一天 找靜民佛學會去講經 講完了突然轉彎 誒你怎麼也在這裡啊 糟糕被發現了啊 你是來做壞事的還是來度眾生的呢 還是被眾生度的呢 人要誠實的面對自己 不容易 所以修行你要調伏自己的心 你假如不調伏自己的心的話 那很難的 對不對 不要認為你看到了都是對的 對不對 你不用去管別人 別人做怎麼樣 對不對 各有他的因果 今天後面經文也會講 末法時代也是非常複雜的 很多佛教徒 因為看到佛門裡面 發生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事 然後對三寶就退了道心 那表示你你的道心啊也不夠堅固的 所以希望大家回去練習 尤其新加坡人工作 Auntie跟Uncle大家都很忙 有小孩有家 你永遠都很忙 但是呢 當你忙的時候呢 你可以回到家裡 先沖個涼 然後呢放輕鬆 坐在椅子上 不要躺在床上 因為躺在床上就睡著了 坐在椅子上或沙發上 然後放佛號 然後聽 然後讓你自己寧靜幾分鐘 五分鐘 十分鐘 身體是一個很微妙的機器 你就可以讓你的身心平衡 接下來 你又可以繼續行佛道道 做你的事 這個方法是很好 假如各位年輕的人 Young people 假如你有智慧型手機 或是Mobile phone 其實你也可以把這個 大悲觀世音菩薩 或六支大明咒的聖號呢 存在裡面 你上了MRT 你就帶起來 你不要在乎人家怎麼看你 對不對 有時候我們都做給別人看啊 不需要 比如說我去商業經社獎金 我也要做MRT 有時候要做30分鐘 跟45分鐘 對不對 那對不對 我上了車的時候 我是很酷的 我電腦一打開 我就開我的佛號 然後我就打電腦 今天要打換燈片 人家旁邊看 這個和尚這麼酷 我才不要管你耶 我修行又不是做給你看的 你只要不要去傷害別人就可以了 所以希望你寫下來 創造隨時隨地 你的心都念佛 念法也念生 煩惱來的時候 你更應該懺悔 好好的念觀世音菩薩或地藏聖號 或念阿彌陀佛 因為你不念的時候 煩惱就更強 然後善根生起的時候 你應該也要勇猛精進 好 現在 今天這個禪詩我教完了 現在請看經文 好 今天開始正式講經文 昨天講安樂行品的標題 已經介紹完了 現在請看四頁 請看經文 那因為時間有限 我在整理的時候 師父先講很抱歉 法華經都是先講長行文 後面就講寄送 就像我們現在講經 有時候突然一半 又有佛友進來了 前面沒聽到 同樣佛在印度講經也是這樣 有時候呢 會有很多人陸陸續續的進來 因此佛習慣 尤其是佛講法華經的時候 都是先講長行文 然後呢講完了以後 他會用寄送重複一遍 所以寄送的內容其實都跟長行文一樣 那為了節省時間 我還要教的東西很多 所以請各位包含 在寄送的時候我就白話翻譯 並不是師父應付 因為每一個經文都有無量的意思 但是呢請各位把握時間 請看四十四頁 物一問二 己一 佔潛品身形菩薩 能如法弘金 昨天講這個身形菩薩 叫Long-term Bodhisattva 他只能在無量節無量節 在燃燈佛 或是在多寶佛的坐下 他就經過妙法蓮華經 然後呢 因此他多生多節修行 所以他能夠在這個娑婆世界 或無量世界呢 到處勸人為別人解說 妙法蓮華經 請看經文四十四頁第四行 二十 文殊師利法王子 文殊師利菩薩代表諸佛之師 般若空會第一 菩薩摩赫薩 他站起來 向尊貴的釋交摩尼佛跟多寶佛頂禮 然後說 世尊世諸菩薩甚為男友 盡順佛故 就是恭敬 而且順著佛的教導 發大誓願 在佛滅度以後 後五濁二世裡面 會特別的護持 而且讀經 或為別人演說是妙法蓮華經 請把盡順佛故 發大誓願畫起來 我們對於佛要恭敬 對老師要恭敬 你們對師父也很恭敬 但我發覺很多的恭敬 都是表面的 問題是什麼叫真正恭敬 敬順 就是恭敬 也要順著佛教的 就像我苦口婆心 現在花了這麼多時間 教你禪修 教你要調伏你的心 結果回去了呢 你就把它丟了 對不對 有很多佛友 每次在講完經會 Email給我 師父你講得太好 歡迎你下次來 結果我來的時候 他去度假了 所以新加坡的人 真的很假假的 其實其他的法師 不太這樣講 因為你假我也假 那就大家一起假吧 我這個人很酷 我有俠客的習性 我是一個好的老師 你要出輪迴啊 不要包裝自己 所以請寫下來 在老師的面前 真誠跟自然就好了 你不用包裝自己修得很好 假如你修得很好 那你來找老師做什麼呢 在沒有做阿羅漢果之前啊 每個人都是有煩惱的 有習性的 你真誠跟自然就好 你真誠自然才會找一點開悟 可是對於老師 所講的東西啊 心裡要恭敬 而且要順著佛的教導去做 就像我們做佛教徒 苦口婆心的 佛講了很多的教法 可是呢 你只是嘴巴念經 可是心卻不去做 那很可惜 就像你去上課 遇到一個好老師 他願意教你 苦口婆心教了 可是你卻回家不肯做功課 那吃虧的是誰 當然就是你自己 因為你考試的時候是自己被當掉的 其他的同學都畢業了嘛 發大誓願 佛教徒要發廣大的誓願 尤其是在末法五濁二世的時候 要弘揚大乘佛法 好 末法我後面還會講 請看 己二 開始行菩薩 這裡始行菩薩 昨天講叫beginner bodhisattva 就是開始他出發心了 有些身行菩薩 他可能修過幾百萬世 幾百世 那始行菩薩 可能過去五世跟十世 他可能在天上或人間 遇到善知識教他 他開始知道要讀妙法蓮華經 然後呢 有些是這一生 因為善知識的引導 他慢慢慢慢送法華經 然後或送華炎經 他得到很好的利益 比如說煩惱也減輕了 病痛也減少了 他開始工作很順利了 所以很多人他就會對大乘佛法 升起信心 這叫出發心菩薩的凡夫 這裡講beginner bodhisattva 就是始行菩薩 可是像這些剛出發心的菩薩 雖然說要度眾生啊 可是並不容易 所以幾二就說 問出發心的菩薩 怎麼在五濁二世弘揚妙妙法蓮華經呢 在弘揚佛法的時候 會碰到很多的障礙 比如說呢 彩色明十歲 地獄五條根 你只要沾一條根 就容易下地獄的 你不要以為當法師很容易啊 不然下一堂看誰上來講講看 要弘揚佛法 利益中要很多條件 接下來 釋迦牟尼佛就告訴佛弟子 要弘揚佛法之前 你先要呢 修自己的戒定慧 請看經文 世尊 菩薩摩荷薩在五濁二世 雲何說此經呢 下面請看 悟二 答曰分三 幾一 標總 總標章 先開始講總說 請看四十五頁 佛告文書施例 若菩薩摩荷薩在佛滅度以後 五濁二世啊 想要弘揚妙法聯華經 首先要安住四法 這個把四法畫起來 就是這裡講的 聲安樂 口安樂 意安樂 誓願安樂 所謂安樂 就是這裡要當住的安住四法 就先問你 假如你自己不快樂的話 你怎麼可能帶給別人快樂呢 假如你自己心裡不安 你怎麼會鼓勵人家 讓人家感動而心安呢 假如你自己對佛法 就不太清楚 你說要度眾生 其實你也不知道 要把眾生度到哪裡 所以 聲安樂 口安樂 意安樂 誓願安樂 就是這裡要當住的 安住四法 這四法裡面呢 就是這樣說 當然他也有講 第一 清淨處 第二清淨處 第三清淨處 第四清淨處 好 佛 開始應文殊施力菩薩的請問 就開始回答 所以請看 四十五頁 幾二 解釋修行的方法 分四 更一 聲安樂行 口安樂行 意安樂行 請看幻端片 就是我今天要講 整個安樂行品講什麼 假如普恩法師考你 你應該答 聲安樂 口安樂 意安樂 誓願安樂 那你就六十分通過了 假如聽了四天的經 連安樂行品都講不到什麼 那就是法喜充滿了 怎麼個法喜充滿啊 你也搞不清楚 當然 聲如何安樂 後面他就開始講 會講長行文 講祭宋 口 怎麼樣 自己的心清淨 不要講別人的過失跟八卦 意是最難的 因為我們妄念紛飛 無量劫來呢 要慢慢的調伏 最後 菩薩還要發廣大的誓願 所以誓願 四紅誓願 是很重要的 好 接下來我們再回來看 聲安樂 第四十五頁 聲安樂分二 心醫講長行文 仁醫標 請看經文 醫者 安住菩薩的六度妄恨之處 即清淨處 就能為眾生演說誓經 好 把清淨處出來 畫起來 在阿罕經講說 要清淨善知識 聽聞正法 如理思維 法隨法行 《華言經》也說 佛法無人說 雖會不能解 假如你沒有清淨老師 那你是不曉得的 舉一個例子 今天早上我下去 在Meta一上來 旁邊那個樓梯旁邊 不是有做個陶藝的嗎 對不對 我今天就跟陶藝的那個老師聊天 因為我以前當過小學老師 我們什麼東西都教 其實師父也會抓陶藝 我也寫書法 因為那時候呢 當小學老師是什麼都得教的 音樂 美術 數學 還有國語 我連體育都會教 你都無法想像 我都還會做體操 什麼都得做 因此我知道 當一個老師很不容易 那同樣的 你要學書法 你要去拜一個好老師 現在有一個問題 請問你學佛法 你也應該去拜老師 請問你要去哪裡找老師啊 很難 因為現在全世界的老師 就像International Airplane 到處飛 那你就會說 佛法教告訴你要 清淨善之士啊 讓你學到 依法不依人吧 沒有錯 四義法裡面要講 依法不依人 可是佛經不是說 你買幾部經 在家裡讀你就會聽得懂 所以寫下來 DVD不是你的老師 它只是一個工具而已 很多人現在也會說 哎呀我就在家裡嘛 上網嘛 對不對 聽一個法華經 全世界很多法師都在講 問題是 一個法師一條路 兩個法師兩條路 三個法師三條路 四個法師十字路 請問你走哪一條路 所以其實你要找老師很難 其實老師要找到 有緣的學生也很難 答案是 你福報不夠 業障沒有創除 觀世音菩薩 不是不當你的老師 而是你現在看不到 觀世音菩薩 舉一個例子 我最喜歡舉 台灣的101大樓 101大樓 我們可能在第十層 地獄惡鬼畜生 在一二三層 我們在第十層 可是佛菩薩 他在五十層跟一百層 你爬不上去 爬不上去 當然你現在就沒辦法 見到觀世音菩薩 但是 觀音菩薩很慈悲 有他大慈大悲 因以合身得度者 即現合身而未說法 你上不去 但他可以從樓上下來 但問題現在來了 他來的時候是什麼身份 你並不知道啊 觀音菩薩也可以做在家 幽婆色 幽婆一身 觀世音菩薩也可以 視線比丘 比丘你身啊 對不對 各位請你的頭向右轉 看你們向右轉 向左轉 看前面 搞不好法會裡面 就有觀世音菩薩來 但是你不知道 你不要認為不可能 師父尤其在講 《華言經》跟《法華經》的時候啊 三寶加持 其實不是我的力量 法會員呢 非常非常多 有很多都是我不認識的 你讀到後面《法華經》就知道 多寶如來 釋迦摩尼佛 只要講《華言經》跟《法華經》啊 天龍巴布啊 都會放光啊 有緣的眾生通通都會來 天龍巴布也會發現呢 一個阿公阿婆來聽經的 為什麼 他護持道場 因為凡夫都很著象嘛 因為很多人去看啊 對不對 可是呢 外道很多 亂七八糟講經的 也很多人啊 對不對 我不介意講一個人好了 反正全世界大家都知道 盧勝燕 新加坡 也有他兩個道場 他在美國西雅圖獎金 三萬人跟五萬人聽經啊 你以為人多就一定是正法嗎 不一定 但是真正的正法 佛菩薩一定在互念 所以第一個 你要發願 清淨善知識 你遇不到老師 不是老師不教你 而是你的業障沒有燦除 福德因緣不夠 所以慢慢來 慢慢來 你只要有這個願心 你多生多節 都會清淨善知識的 接下來先看 再介紹這個 妙法蓮華經 在介紹下面 第46頁之前 要開始講空性 以及講 十個遠離惡友 先看 換燈片 Welcome to Taiwan 現在新加坡人也很喜歡 一放假就全世界飛 很好 聽說現在呢 Budget Airline也很便宜 但是大家大概來台灣 都只會到處跑 台灣佛教也非常興盛 但是我會介紹 平常你沒有去的 就是看高雄紫竹林金社 你可以抄下來 它有它的website 它是按照佛法森 妙法蓮華經的經文 而建的大殿 以技術建築之美 然後讓你在進大殿的時候 你都可以感覺到 處處都在說 無上的妙法蓮華經 它是佛法森三寶 第一棟前面 現在你沒有看到 是法寶樓 它上兒童佛學班 青少年班 台灣的佛友 都是很認真的 從禮拜一排到禮拜天啊 一下班都是去上佛學課的 去上供修的 然後第二棟 中間你現在看到的 叫法寶樓 中間就是供釋迦摩尼佛 跟 待會會看到多寶佛塔 第三層 背後叫森寶樓 就是森仲柱的地方 然後深重的辦公室 後面有十層 但是中間有一半 是在家居室 不可以進去的 那這個道場 是比丘尼的道場 台灣香光泥寺 他們並不打廣告 不像你們知道 只是台灣有佛光山 法谷山 慈濟功德會 中台山 林舊山 好像台灣都很多山 山頭主義 錯 台灣深入民間 很多在家出家 默默的人 都在做教育文化 慈善事業 所以台灣佛教 是大乘佛法的寶島 所以 Welcome to Taiwan 請看 下一張 一進山門的時候 就會可以看到 紫竹林金社 那門呢 使用銅座的 代表釋迦摩尼佛的架沙 取自於 印度佛陀的紫竹林金社 非常的莊严 那台灣的建築 也很重視環保 比方說我們上面都是玻璃 白天的時候就可以不用開燈 第二 旁邊呢 不要介意 我只是介紹 我沒有批評現在這個道場 這個道場很莊严 旁邊呢 很多窗戶 所以真正殘修的時候 空氣是流通的 真正殘修 不要在冷氣房裡面 冷氣房其實殘修對身體是不好 所以它上面有空氣 很多的窗戶 然後呢 但是我們也會投資 第一個要有玻璃的門 第二個要有紗窗 第三個要有窗簾 第四個還很不幸的 台灣又有小偷 外面還有鐵欄杆 就跟香港一樣 可是真正的寺廟 它可以不用做鐵欄杆 它有CCDV 可是它窗戶非常多 所以整個大殿啊 只要吹電扇就可以 所以這樣子的話 一個道場的費用 maintain就非常的便宜 環保是很重要 環保請寫下來 以前的人我們小時候 是沒有環保的 像呢 你要丟垃圾 glass 玻璃 paper 還有plastic 對不對 一個環保的概念 在台灣也要推行20年 很多台灣的阿公阿婆 就是呢 去回收recycling 把這個錢拿來 然後呢 再供養三寶 最有名的就是慈濟功德會的很多會員 阿公阿婆他平常都不做事 每天念完佛就拿去收垃圾 環保 完了以後呢 就賣掉 賣掉的錢嘛 不是自己享受 供養三寶 這是很了不起的 所以真正的功德 是在你的願心 接下來一看 進指竹林精神 你就會看到現代造型的彌勒菩薩 其實他圓的造型呢 是用敦煌的思維彌勒 原版是中國 魏晋南北朝 一直傳到韓國 現在版權是韓國 所以為了according to copyright 所以他就後面呢 創造了有光還有彩帶 然後這是同流經的 不是同座的彌勒菩薩 思維彌勒 一進大殿 就是當來下身佛 這個道場是大乘佛法 也修南傳佛教 同樣他也弘扬念佛法門 跟觀音法門 可是一進山門 第一個看到的是什麼 當來下身弥勒佛 跟你一般看到的不帶和尚 是不一樣 再看下一張 睜眼鏡大家看 常不清菩薩 法華經有一個常不清菩薩品 你很少人想到 常不清菩薩長的什麼樣 你看他是一個老比丘 披著南傳的袈裟 外現是身文像 可是內呢 他受菩薩界 他看到一切眾生 都跟他頂禮 不論在家出家 他都跟他頂禮 他說我不敢轻視你 因為你有佛性 別人呢 惡友就拿石頭丟他 你肚子壞去 你這個笑耶 就趕他 結果他趕到他 他到了山頂上 他回過頭來 對於打他的那個人 他還是跟他頂禮 我不敢轻視你 你是未來佛 聽起來有點crazy 可是就是釋迦摩尼佛的前身 各位都讀法華經 可是你很少看到 常不清菩薩是長得怎樣 接下來再看大殿 釋迦摩尼佛 當然靈山會上 就以子竹林金色 他雕的是大乘佛法的造型 釋迦摩尼佛後面是菩提葉 然後呢 他前部的藝術造型 都按照妙法蓮華經 而雕的大殿 所以非常的莊嚴 各位可以看到 那前面有共觀世音菩薩 因為觀世音菩薩 代表諸佛的大悲心 你看他是用木雕的 對不起 這個不是木雕的 這個應該是壓克力的 但是用陶土雕的 非常的莊嚴 中國釋迦摩尼佛都非常的飽滿 然後佛結上品說法印 表三遍淨土 講妙法蓮華經 對不對 接下來猜猜看 考你一下 大殿上面的燈 然後有幾顆電燈泡 你知道嗎 猜一猜 猜錯沒關係 既然建築都可以講佛法 請問幾顆 隨便猜沒關係 跟法華經有關嗎 我看你們猜不出來 我講好了 28顆 28坪 知道嗎 而且你會注意 它大殿呢 底下的是石頭 待會你會看到 是黑色的 代表眾生五濁二世 然後因為黑色的大理石 用台灣的 然後呢 大殿一反射的時候 你打坐的時候 全部地板是透明的 很棒吧 對不對 所以佛教的藝術建築 你要用心 不單只有說出錢 也要考慮套到它的品質 所以大殿的燈 它是用28顆 代表法華經 28坪 接下來看 最有名的多寶佛塔 它位於高雄鳳山 跟高雄市的中間 所以它有高速公路 一等到晚上呢 天黑的時候 太陽下山 這個燈的塔 光就會放 所以高速公路 所有開車的人 都可以看到 多寶佛塔放光 讓眾生見到佛 都能夠生起 一念中的心 這很了不起 是不是 你在藝術建築上 這就是多寶佛塔現前 接下來看 下面有鐘 上面雕的就是二佛並坐 多寶佛跟釋迦摩尼佛 鐘 傳統上可以度幽冥界眾生 可是現在有很多道場 包含在新加坡 都都在樹區裡 市區裡呢 是不可以敲鐘的 因為你會影響到 左鄰右舍 但我記得還在新加坡 出出槓左邊 海映古寺 它就跟政府申請 初一跟十五 是佛教的特別節慶 它可以敲鐘 而且敲的時候呢 一定是在晚上九點以前 不會吵到左鄰六舍 政府批准的 可是現在的很多都市道場 也不能敲鐘 可是鐘可以度幽冥界眾生 像我在台北呢 商業經社是在左邊 在板橋 我們的寺廟也沒有敲鐘跟鼓 是不可以的 因為時代不一樣 你要有智慧 可是傳統上 佛教度的眾生 不是只有度人 也度一切幽冥界眾生 所以早晚敲鐘 對 聞鐘聲 反腦清 對不對 對不對 眾生可以滅 幽冥界眾生的苦 因為在地獄餓鬼的畜生 眾生是看不到太陽跟月亮的 所以佛教才會有超度的理論 接下來再看 它的建築 就是看到各位嗎 看到這樓梯 上面是玻璃的 所以白天全部是很亮的 根本不用開電 然後上面的窗戶呢 假如像午後 新加坡下大雨的話 它窗戶可以用電動的把它關起來 然後呢 不要的時候呢 它還可以打開 然後呢 這個是師姐 各位看到 穿紅色的呢 是他上佛學班 他們要上三年一期 三年一期 九年一期 他要上三期 這些佛學班 都是在家很了不起的大菩薩 對三寶很恭敬 對出家師父也很恭敬 他們的佛學都非常非常的好 當時我帶我們商業經社的幹部去參觀 他一聽到新宏大法師非常緊張 因為他上網也聽了 就他派佛學班最聰明最聰明的師姐來講 帶領我們 他怕呢 講不過法師 我說不要緊張 我們是來參訪 我帶我們的幹部來參訪 所以我也有一個真誠的建議 新加坡的佛友 尤其各位幹部 應該主教育參觀訪問團 從新加坡開始去參訪 到馬來西亞 到泰國 甚至也到台灣來參觀 現在全世界都在進步 不是你關起門來 你就可以度眾生的 你大概只能度得了你自己而已 有時候 你自己都會跟自己吵架 都度不了自己 度眾生 你要打開心量 我常常說 我也發現到新加坡的聯友 跟東南那亞的佛友很虔誠 可是啊 你的前程是 門是開著 可是你的心是關著的 你真正要做法門無量試驗學 不管你修什麼法門 你都應該 不論在家出家 去主教育參觀訪問團 去朝聖 去參訪 去學習人家真正有優點的地方 就像師父來這邊獎金 我也看到 慈光福利協會 也是做了很多很多利益眾生的事情 像門口的海報師父也拍了 很好啊 幫助很多成障人員 我在下面吃早餐中餐的時候 我覺得這些人 對不對 雖然在生理上 他有一些欠缺 可是他們的心都很健康很快樂 這個才是菩薩 弘揚佛法利益眾生 能夠利益無量的眾生 利益眾生不是嘴巴只是念念經而已 英文講 Show me your action 接下來再看 最後你看 他們非常的莊嚴 我們全部的幹部呢 跟他呢 在拍團體照 所以希望 那他的大殿裡面也有 大雄寶殿 裡面可能比較暗 師父的殿呢 上面還有一個寫 實如是 法華經的 如是陰 如是圓 如是果 如是本末就近 實如是 所以他全部的建築 甚至連現在你看到的前面 有兩個佛的腳印 也是長髓佛學 甚至呢 他是用台灣花蓮大理石刻的 上面佛的千佛輪像 然後旁邊 都有按照六度波羅蜜設計 所以 歡迎有空各位到台灣 不要忘了到高雄 除了佛光山之外 還有一個 紫竹林金社 是很值得去參觀的 好 現在我們看經文 身安樂行 請看經文 人二 事分二 請翻開 第四十六頁 鬼一 事行處 請看經文 文書師弟 雲和明菩薩摩荷薩 六度萬恨修行之處呢 若菩薩摩荷薩 開始要先修忍辱 把忍辱化起來 修行一切都不會做 什麼都是按照你順利的 就算師父很慚愧 今年我出家二十四年 弘揚佛法利益眾生 我還是碰到很多很多困難 雖然說獎金功德很大 三保護持很多 可是你還是會碰到很多人挑戰你 故意呢 跟你扯你的後腿 潑你的冷水 在後面講你的壞話 每一個人 修行要修忍辱心 我們人生講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啊 只要你盡心盡力 有時候不要太在意人家怎麼講 第二個 柔和善順 心要柔和一點 忍辱柔和是妙方 心要善良 而且呢 順 這裡的順有幾個意思 對上是孝順父母 對下呢 是修普賢 是大願的橫順眾生 而不觸暴 心意不精 不觸暴 就是心不要常常亂發脾氣 特別寫下來 講話要有智慧 講話像刀子一樣 會傷害別人的 尤其看到夫妻吵架 都是翻舊帳的 吵架的時候呢 絕對呢 都沒有講好話的 對不對 有時候你會發覺做朋友也很難 你平常幫助朋友啊 十件事情 有九件事情啊 你幫助他 掏心掏肺啊 幫助他 鼓勵他 幫他找工作 幫他介紹很多朋友 結果一樁式啊 不小心得罪他 哎呀他永遠記得你啊 好朋友也變成壞朋友了 舉一個例子 我們十個手指 假如你上廁所 不小心呢 大號 你呢 小熟的拇指頭呢 遇到了 所謂的排泄物 大便啊 或者小便啊 你就會覺得 哎呦手很臭 難道你把它斬掉嗎 不是吧 把它擦乾淨嘛 但是你還有九個手指 可以用啊 所以我們人呢 常常對人好 是真心的 可是啊 人與人之間很難相處 所以中國人說 人難做 做人難 難做人 人都很難做 那何況 成佛就更難 所以你要先學 人道有虧 佛道難成 先要人啊 做好 人緣滿了 你才會慢慢慢慢慢慢 提升你的功德 所以不要亂發脾氣 講話要有智慧 心意不驚 心意不驚 就是不要常常嚇別人 接下來 幼父 與法無所行 而觀諸法如實相 也不行 鄧昊不分別 世民菩薩摩赫薩 請把這個不分別畫起來 我現在先講 這個波爾波羅蜜 後面一段還會講 我現在先不要講太深 因為師父要講前面十條 遠離惡友 什麼叫不要分別 請看下面補充資料 很多佛友就講 不要分別 東南亞人很喜歡也讀金剛經 哎呀不要執著嘛 對 可是呢 東南亞人很喜歡讀金剛經 也會說 因無所住而升其心 沒有錯 這是修金剛經很重要的關鍵 但是我發現很多的聯友 講不要執著 他誤解了意思 有時候佛友問你 哎你要不要發心來短期出家 隨緣啦 不要執著啦 其實心裡是說no 不要就不要嘛 啊師姐你要不要發心 年底去印度佛迪迦朝聖 看因緣咯 那就看吧 看到最後就沒有緣 你就掛了吧 不要學這樣的佛法 表面上你好像啊 我很莊嚴 隨緣咯 其實你搞不清楚什麼叫隨緣 隨緣是指 善緣惡緣來 我都要勇敢面對 而不是去逃避 這叫隨緣 你可以寫下來 事情來了盡心盡力做 做完了就把它放下 而沒有留戀跟牽掛 這個才叫做隨緣 同樣的佛法講 我再講一遍 事情盡心盡力來做